大家好,我是麻衣,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是一部国产电影《我的吸血鬼学姐》,电影开始就是一个情况非常惨烈的飞机空难现场,然而飞机上的人全都是同一个异校的学生,飞机上的学生去到国外参加了摩托比赛,并且还夺得了亚军的好成绩,可是在返回的时候却遭到了空难,小七成为了这一场空难,我也得幸存着,并且她的身上还毫无损伤。 因此她也成为了很多新闻的头条,后来小七回到了自己的学校,然后还组织了一个成员都很好看的学校摩托队,然而男主上官这时候就成为了这种摩托队里面唯一的一名男同学。 上官的身边还有个很好的朋友,叫刘川,因为学校的摩托队从来没有男生来过,因此就更不可能有男生的更衣室,但是校摩托队的女生可以一点都不介意和上官同处同意间更衣室, 这场景就像唐僧见到了女儿国一样。 在这么多的女生当中,上官一眼就看着了摩托队队长小七。 后来有一天,小七向上官提出了一个意见,因为摩托队还差一个男模,所以她希望上官也可以把刘川带到摩托队里来。 上官因为喜欢小七,所以没有什么理由拒绝就答应了。 对上官言听计从的刘川,至此却不愿意听上官的。 原来刘川有个哥哥叫刘峰,是小七的男朋友,摩托队也是她之前建立的,她希望摩托队夺冠。 自己却不信遇上空难,上官被感动,用死来威胁还有加入。 结果刘川比上官更获得大家青睐,但是却是个顺拐。 但是队长并不嫌弃,还叫他来自己房间训练,上官很不开心。 一天,有位男老师遇害被人发现后,发生小七昏倒在现场。 夜晚,男老师已经知道是小七搞的滚,准备告诉大家,却因为小七当场急忙装作失忆。 上官在现场发现了小七的戒指,显得一些关于小七的传言陷入沉思。 接着,他发现了在小七衣柜里的面具。 在上官的笔吻下,小七承认了原来刘峰当年就实习血鬼。 因为对小七的爱,于是也把小七变成了吸血鬼。 如果小七不惜使人血,就会迅速摔老。 他现在的心愿就是帮助刘峰实现摩托队夺冠的愿望。 听到这里,上官又一次被感动,不惜割破自己的身体。 于是小七将为本能地扑了上去,但是被赶来的刘川推下了楼。 原来刘川也是吸血鬼,但是从来不惜人血。 他们这个家族有个规定,不能对上官下手,否则就会被惩罚。 显然,现在的小七行为已经触犯了底线。 在上官的调和下,三人重归于好。 小七带着所有人上了参加模特比赛的飞机。 他们没有人知道,除了憨致的上官, 剩下的所有人都是吸血鬼的晚餐。 这里是蚂蚁电影,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留言转发, 我们下次再见。